大家好 我是劉俊榮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禮拜一的時間 加錢指數一口氣大跌了155點 這盤式格局後續怎麼樣去做一個關照 是不是劉老師跟大家預告了一個 多重時間波的變盤轉折 第一個是時間波 有一個週限層級包含55週 34週 21週的變盤 這個級數比較大 所以我認為後面如果一個方案已經出來 絕對是千年以上的行情 第二個是剛好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一是中秋節 剛好會不會搭配這個禮拜 這是一個劫氣的變盤轉折 尤其今天加錢指數一根 關鍵性的場合是下跌了155點 後續的盤式格局到底怎麼樣看 我們先告訴大家 我們的一個動作是什麼 第一個是我們今天利用 開盤八把三點低盤 如果回測到支撐 通常這種短轉折以隔日充的應用 是一個短多 你應該進場當充找買點 所以我們今天試著去做了一筆短多 但小狀我們 小狀獲利了結 然後留一筆8260的一個波段多單 那量說三點低盤 反而是一個極短波 你要去切入 我在上個禮拜我的解盤 其實有跟大家講到是說 其實我認為這個是很難得很難得的中秋節禮物 因為在整個多頭的趨勢來講 整個多頭趨勢來講 廖老師已經跟大家報告了 從7203以來這一波多頭向上走勢 很可能是從加權指數3955以來 這是七年長多格局 那經過了一波下塌的一個初跌 大跌2811點之後 這一波從7203點上來多頭走勢 就我的看法來講 是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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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波多頭的一個走勢 那剛好在上個禮拜五的時間 加權指數8276站穩上個交易日 其實我認為不排除中秋節是先有一波向上變盤轉折 把這一波航勵一口氣全部都做完之後 然後再做一個阻跌段的一個下殺 那只不過唯一上個禮拜五的這個位置點就是說 你想要去做一個導撞向上的反轉 可是畢竟這個成交量還是沒有出來 那不確定因素是難排除 現在就是等這個禮拜回來有沒有一個成交量 明顯去突破的價錢指數在8500 好01點以上的一個大型的一個壓力 那所以劉老師說先不用擔心 反正你就按照劉老師在過去這一個月的一個交易策略 好 劉老師說該多該空 有一些隔天的或是當天晚上美國股市會跌 這種你沒有辦法掌握的因素你都不用管 可是開盤Buffa當天的凡事格局可以給你的一個信號 你就順勢的把開盤Buffa讓你去有賺錢的機會 你跟著劉老師第一時間把這個後續轉折 把它切錄起來就好 好 例如像今天 價錢指數如同 劉老師跟大家報告到的 上個禮拜五盤中不是三點低盤打低下來 你要試著去做多 然後短波的轉折向上嗎 好 那今天一開盤Buffa又是三點低盤 好 它其實是隔日衝的一個多方轉折 這讓今天價錢指數下探最低來到8285點 好 可是成效量是不是一個空方量價 帶量直接去灌破低檔區的生理平台 沒有喔 它急縮到756億元 然後今天剛好是一個距離1 2 3 4 5 距離前一波從8276億元多方一個短波向上突破 剛好這裡一個小橫盤的一個整理形態的一個轉折低點 今天是一個第5天的一個交代轉折低 然後從72013以來 日線圖剛好是第21天 剛好是5天的一個變盤轉折 那我那裡今天成效量非常明顯的 去進行個急修的動作 好 那不論開盤Buffa的 當中的應用你要進行一個類似三個禮拜五 盤中掛個低價去做一個短多 像我們今天的交易動作 那甚至於隔日衝的應用 好 一個極短波三點低盤 向下做一個震盪的動作 在這個位置就不適合再去做一個追空的一個動作 明天日線圖的形態 好 我認為這盤四個局 有機會在上個禮拜 廖老師曾經跟他講過一個非常關鍵的價位 這個價位叫8310點 從高檔區這個轉折高 大概是8360回測到8200點 這個五六個交易日左右的一個W底的一個形態 它那個0.618的短壓 就大概是在8310 今天收盤來到8307 好 雖然不是差一點點就 就重新把這個回測的這個突破之後 回踩這個W底的一個形態的一個頸線 做一個立手動作 好 那只差三點 其實我認為這個差個幾點意義並不是很大 我們來看這個指標 分時指標也來到了一個相對轉折的地點 這個今天這個下降的長期 本來就不適合再去做這一空 好 所以 既然我們已經確認8276大型態的一個波段的壓力 好 已經突破了 已經手穩了 今天回測 再一次讓它去回測中繼的這個整理平台 這個頸線會接 今天有沒有收破 沒有 甚至於8310勉強好像有一點點剛好是立手 剛好分時指標也去轉折的地點 所以我認為這個應該是一個8276大型態的壓力 已經確認突破之後 一個極短波 也許是一個突破之後 下殺的A的三浪 B波的三浪的走高到8488 然後走一個C5波之後 這盤式格局會不會是一個向上奔走 而且8488是分時指標最高點 好 有機會直接做一個向上變盤轉折 那明天這個盤式格局就非常關鍵了 尤其明天是一個5天跟21天的變盤轉折 所以關於C2波的一個走勢 就是劉老師簡單跟大家報告 在這邊如果你擔心今天加權指數一個下探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矽品 因為完成收購就在這今明兩天做一個結束的動作 所以現在矽品一度重挫就幾乎灌燒到跌停板 矽品是一檔全值很重的股票 當然會對於加權指數有一個極短波的一個壓抑 可是最主要實質反應的利空 是稻窮工業指數的一個短波的一個下探 來週五的期間稻窮工業指數下探這個收疊將近是300點 其實我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提示到了 第一個稻窮工業指數其實它整個形態就是在右邊做大右肩了 就是等什麼時間把它做完 好 那17000點又是這個當初8月24號 破線形態之後下探到8月24 廢老師告訴大家 這個一年的N頭形態完成 但是測就已經滿足了 稻窮工業指數開始去做一個大右肩 盤這個類似左肩頭部 右肩的一個形態 好 所以從8月24號廢老師跟他預告 嘎空一波到頂至少是1074點 好 直接往上嘎嘛 對不對 好 那告訴大家就是說 加減指數這一波 好 稻窮工業指數做右肩 那我們加減指數就是一個跌身的一個反彈 最後一波多頭了啦 這也是為什麼廖老師測標上面一直告訴大家 如果可以做多投資朋友 要很珍惜的接下來 如果中秋節還有一個短波變盤轉折成功的機會 對於手上 還有很多股票到來很高的一個位階的 可以加碼的股票 好 這個時候要勇敢加碼了 還滿有得跌的 那所以發展到現階段這個形態的位階 廖老師告訴大家是說 本來這一波的一個操作的難度就非常高 因為他本來就是在一個 道瓊工業指數的一個右肩 加減指數最後一波多頭反彈 好 可以做多安全穩健 廖老師覺得帶大家做多 好 那但是 是不是那麼急著這邊 好 廖老師也跟他暗示說 欸 向上也已經多投了四個缺口 我是不是跟他預告是說 這個盤視格局 假設這8500點的空間 真的是相對有限了 想要去做空的投資朋友 你如果這一波行情不去掌握 那這一輩子應該 你也不應該去期待在股票市場裡面賺錢 好 我的意思是說 這整個時間波最後一波多頭走勢 然後形態上的壓力 然後國際基本面的背景支撐 然後大沿頭的形態壓力 你想要做空 你想要賺大錢 一口氣拚背出行情的 這 這裡應該是絕對要拿出霸氣 去掌握後續的這一個波段行情了 但是 好 先聽聽廖老師剛剛跟大家講的 極短波你已經看到了 開盤8%的3點低盤 然後增加量又量縮下來了 急不急的現在就直接去重壓 這個波段直接反轉向下 我的問題也要ちょっと待って一下囉 好 第一個 這個形態真的很大 如果中秋變盤轉折成功 下去了絕對是大行情啦 好 廖老師曾經做過一集的節目 就是說 為什麼我認為上來的時間 我們也要做一些空單 好 因為初跌段 單單是初跌段 就已經大跌了2811點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說 老師沒有 你應該去逼近壓力 帶的時候這250點到300點的行情 好 因為如果初跌段就跌了2811點 那接下來 初跌段還會再跌2811點以上 好 所以你用最後這250點 300點 你用2811點空掉這250點 300點 你換那個未來2500點賺錢的一個機會 好 行情一確認了 關鍵的一個轉折 第一時間就跟著劉老師去卡外後續航行就好了 但是 好 投資朋友 也不要忘了 劉老師在上個禮拜的時間跟大家講 我們觀察到這個籌碼 外資也持續的去做一個換手不多的一個動作 再加上 今天加權指數在日線圖一個時間轉折 好 第一個 期貨選擇權 銀行波動力降到只剩下40%以下 好 主力大貨的主力實務群認為 這邊行情會先看一個盤整 好 至少以選擇權的佈局來看 這裡還沒有急殺直接中秋節前 就直接變盤轉折向下有機會 好 第二個 你看到成交量今天下殺也萎縮到只有700多億 也不是一個空方量價 好 那再來 回來我剛剛講到的造成工業指數的圖形 我認為還會混一段時間啦 那當然這一根K線對於後續12月份4、5日 會不會一個波段下壓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點 如果這裡是有效去做一個跌破的動作 甚至於前滴再去做跌破 這絕對是大行情 好 可是即便上個禮拜的這一根 禮拜五的一個KK跌下來 第一個 多空累積壓縮的一個成本 它重新回到一個多空評分的位階 那你先把它當成是因為4、5日 它要進行一個轉倉 一個大震盪 好 那麻煩的就是說 因為道瓊工業指數它本來就是 就是不升息一個狀況之下 短線上面升不升息就不確定的因素還在啊 所以短線上面已經猜到有一個 這一個月份 917不升息的短線下車的一個多單 有點短線的多單獲利了結 好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第一個 這一根從15370當天重挫8月24號 爆出大量的一個位置點 欸 今天禮拜五的時候本來K線也沒有實質有效的跌破嘛 好 所以我認為 這個圖形其實都還要再觀察一下 它還有一個做右肩的一個結構 跟道瓊工業指數 好 去交代了大概是20多週 交代一個右下角的底點 週KD指標交叉上來 好 我認為還在做一個右肩的形態 你在這裡想要去曝空的 你要先預防這裡如果先做一個中秋節變盤轉折 再噴出一波向上的一個狀況之下 理論上面這一根7203公道B進8千點 假設是一個A波 那理論上面C波還要去做AC等讓欸 好 所以我們就做一步看一步 把每一個多方 以及開盤八法所看到一個多方的磁響點 把它去掌握好就好了 操作難度本來就很高 可是劉老師全部把這個盤式格局 事先看盤重點全部都是事先跟大家預告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盤式格局 好 所以以這樣的結構背景 我們來看這個盤式格局切入做多的機會 好像上個禮拜公高我們就不會冒煙去搶多 但是今天的低點交權指數打低下來 反而是你要去切入接下來中秋節變盤轉折多 最好切入一個機會 好吧 好 第一個 短多持講點在9月15號 我們雖然先把所有的核心持股 獲利了結束金 包含聯發科 包含紅達電 好 一檔股票是從255到280 全數獲利了結束金 一檔是大賺四成 我們去觀察這個短線上面的變盤轉折可不可以守住 結果9月16號 如同劉老師所說的8310的隔日衝的轉折多 就衝上去了 好 所以 當天 劉老師給大家一個時間波的規劃是這樣 第一個 第三波的時間走等幅或者是1.618 所以我給大家兩個一個時間波的變盤轉折 一個是兩天 一個是四天 好 從這裡起算的八天 那以及從這裡起算的21天的變盤轉折 那現在看到 從這裡起算的八天 就是上個禮拜五的轉折高嘛 那現在交代一個變盤轉折高 今天回撤這一個景線的一個位階 好 那所以這個做多 本身就是這邊有多重時間波的變盤轉折 所以劉老師說 你要留多單 絕對也不是騎貨就亂買去追高 好 該做多是低檔區 嘎空一波到底騎檔的時候 去選擇去做多的機會 好 你先用一個選擇權 去做一個短多不進場布局就好了 好 這個是在9月16號 劉老師告訴大家 好 後面轉折一確定 做對 絕對是瞬間翻倍 所以我們當初 研判有風險的狀況之下 先用選擇權做轉多 隔天就是大賺一倍 好 大賺一倍 先用賺了一倍之後 你把它獲利了結 本金先抽回來了 然後再看看這個下個禮拜回來 就是這一兩天 21天轉折 中秋節前變盤轉折怎麼做 即便這盤四格局先壓低下來 如同今天一樣 未來才會轉折多 欸 你至少已經賺一倍的本金 已經壓回來了嘛 你聽得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好 所以該多該空 該台局什麼樣的策略 你其實就第一個時間 跟上劉老師的coaching指令 去做一個佈局就好了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初劉老師跟他預告 這個傳四格局操作難度很高 該多該空 順自操作 你不要等到時間變盤轉折又要向下了 280塊錢的聯發科 已經空到61到63塊錢的宏達電 既得獲利了結的初心 甚至於要改一區打短空單佈局了 好 那這個都是劉老師跟大家講的 已經利多在放消息的股票 類似像聯發科 好 投資朋友今天下殺到263塊錢 好 你如果在這裡不獲利了結 這樣一殺下來又將近30塊喔 好 那甚至於它是一個極短波 都貝離一個空訓了嘛 好 來 另外一張股票是298的宏達電 好 要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已經來到第三第四個缺口 這是貝離的短空訓喔 你怎麼去追這個大型態的壓力咧 我們是在這裡翻滾吧宏達電 好 我的會員朋友只做多兩檔的股票 一檔叫聯發科 一檔叫宏達電 好 61塊錢獲利了結出金 拉高其實是短空不絕的機會 好 那今天量能集中下來了 好 上調三公司畢業 劉老師跟他預告短空訓 我們今天是把空單先回補一趟喔 好 因為這個形態還守得蠻穩的 也許還有一個最後一波多頭 再去充斥一下短多的一個機會 好 但是這個公高 如同上個禮拜六號是剛剛搶了 好 這個盤氏格局已經在一個最後 最後一波多頭 那已經算先拉出一波的股票 就不會是你優先做多的首選喔 甚至於如果有一些絕對積極相對偏高 而且利多放得太明顯 好 然後又出現上跳四個缺口了 這個反而是做空賺的快的集合 類似這檔蘋果乾淨果 好 我們現在102塊錢出現了上跳三個缺口 四個缺口以上佈局 來 這檔股票今天已經殺到這裡 好 兩個形態的支撐都已經跌破了齁 明後天比較忌諱的是開低 就算是大盤反彈 好 是不是劉老師跟他預告 好 一個缺口 兩個缺口 三個缺口以上 順勢操作反而是要選擇做空 做空反而賺得快 這樣是將近一根跌停板的價差 反過來也是賺一根漲停板 好 今天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今天已經下殺 好 但是今天的跌幅就中錯了6%了齁 所以未來這個盤四格局怎麼樣做 梁老師說 主持人員不必擔心 由於這裡是最後的一波多頭行情 那我認為是有些相當變盤轉折 尤其今天出現開盤八把的 這個三領地盤的變盤轉折訊 該多該空 其實我們今天手上有一張股票漲停板了齁 等一下下巴掌回來 好 梁老師跟大家做一個最終再去介紹齁 但是未來這個行情我說 一個轉折做對了 瞬間這個轉折的一個方向確認之後 你第一顆的時間 你不必擔心這裡多或空 該多或該空持股的比重額策略 這個比重的一個調整 梁老師在第一個時間點都會跟大家關照到 好 還沒有確認主結段像黃達電 我們就高檔區這個空單來回價差操作 其實我們過去這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有很多的股票我們都已經補空了好幾趟 來回去逢壓力就補空 像合作每一波去供到85、86塊都是短供點 你回來81塊錢都可以獲利補 聽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好 那總之第一個時間你跟上劉老師的口訊 那由於是最後一波多頭 劉老師的任務就是說 其實以往這種時間點我絕對是出去辦 這個全省巡迴的演講會 因為我認為這一次的行情一個轉折非常大 好 後面很可能關係到了千點 很可能是2800點行情的遍盤轉折點 那可是這兩個禮拜包含了中休節 包含了這個上個禮拜是劉老師小朋友 禮拜六禮拜天要剛好去醫院打預防針 那剛好今年劉老師的行程比較忙 好 為什麼推一個月的關鍵任務 好 因為我希望用一個最低門檻的入會的一個方式 好 去幫你去掌握到後續的一個行情 因為做對了絕對是倍數翻的一個機會 那再怎麼樣掌握 同時幫你一個高檔去套牢股票做一個有效的調整 怎麼樣買 調整到會長的股票 怎麼樣空一些高檔股票做避險 這個交易策略你直接跟上劉老師的一個口訊好不好 好 一個月開心一個月的關鍵見面領 中秋節劉老師給大家一個見面領 好 這個詳細內容 你可以直接洽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貨股票雙震照 其股雙贏一把兆 購得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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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貨股票雙震照 其股雙贏一把兆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發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我們換房子找了大概有半年多一年 林孔真的跟我們想像中很不一樣 他的生活機能越來越好 就算出國離機場也很近 多花20分鐘就可以換個這麼好的房子 真的一個決定我們就可以美夢成真 這不只是一座房子 更是我們的生活新世界 台北不可能 歡迎來林口 國家首席26006688 好那我們現場 那關於做多的股票 廖老師認為要珍惜這波做多的機會 因為這波做多應該是最後一波斷整個多頭 所以全股廖老師絕對是按照廖老師當初跟他講 一定是符合我們所說的低基期轉折 底部成型利空不斷測試 比如說類似像這個低檔區 10塊錢以下有達 或40塊錢左右的宏達電 這樣的選古邏輯 那這是中秋見面禮一號 禮拜五我們去進行布局 所有剛入會的投資朋友 就現賺到要自己跟轉停板表態 今天大盤即便中錯 他還是在平板附近遊走 其實這個形態守得很穩 絕對還有機會 形態再去衝一波 那另外一張股票是 劉老師 今天起舞獲得尊重會員 再加碼買一筆短多單 因為這張股票 尾盤的時候就直接攻了掌停板 先把線碰出掌坪 我認為短多都還可以持股續爆 但是由於大型態 它是一個相對高位階的W型態 一個突破 這個三角形狀鏈形態的一個突破 所以站上的時間點突破的形態 我們就搶了一筆短多單 然後尾盤掌停板了 那這張股票 如果是比較高階的會員朋友 資金比較多的我們會加滿 但是因為新入匯 如果是我們一般的會員朋友 好我們還是先從這個低基期底部型 它剛突破的股票 這種順勢加碼短多單 好我會把資金 我會把這樣的一個權力布局的機會 放在特匯或尊重 資金比較多的投資品 我們額外做一些布局 好擔心不必擔心 劉老師所說的 無論該多該空期貨選擇權 怎麼樣去做一個加碼 去掌握後續的行情 好我認為最後關鍵的這一兩個禮拜 好甚至於這一波的變盤轉折 應該是拖到中秋節之後 那節前節後的這一波行情 該順勢去掌握這個多頭 關鍵任務 先把這一波多頭的行情做完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這個上天 而我要給大家中秋節禮物 那劉老師也回規給大家 中秋節見面你 好一個月不論期貨 股票短期的會員 直接小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好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股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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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財富 其貨 其貨股 雙震照 其股雙贏 一把照 購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肌肉 是 P甲 P甲 好цен 明明 明明 明明